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凑钱 他让我卖掉我婚前买的房子 我不同意 他就骂我白尔郎 对他妈妈见死不救 直到我不小心看到他的手机 我这才知道真相 我果断和他离了婚 我和老公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那是因为对接工作的原因 我经常和他联系 一开始 我只是觉得他长得比较帅 对工作认真负责 沟通也很顺畅 俩人配合得挺愉快的 后来随着接触得多了 我发现他还挺孝顺的 对家人很好 也许是因为这层滤镜 让我对他好感倍增 有一次 我们两个单位聚餐 他的同事们起红 让我们俩干一杯 不等其他人起红 他就帮我把酒喝了 还说不能让女孩子喝酒 吃完晚饭后 他主动把我送回了家 我不顾父母反对嫁给了老公 回家路上 我莫名觉得气氛暧昧 心里有点紧张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他向我表白了 说喜欢我很久了 觉得我漂亮又温柔 很会替别人着想 因为我对他并不是很了解 我既没有拒绝 也没有接受他的追求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接受他的追求 是因为一件小事 那天 他打电话和我对接工作 发现我声音不对劲 他问我怎么了 我病痒痒地说道 肚子疼 身体不舒服 一个小时后 我就收到了快递小哥 送来的各种各样的药 有感冒药 胃药 止痛药 就在我看着小山市的药堆 不知所措的时候 他的电话打过来了 他说知道我肚子疼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只好每种药都买了一点 还再三叮嘱我 止痛药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让我少吃 我刚一下班 他就等在我公司门口 准备送我回家 因为这件事情 我对他加分不少 觉得他是真心对我好 于是接受了他的追求 也就是在这时我才知道 他来自农村 家里条件不是很好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 但他向我保证 他一定会努力赚钱对我好的 他现在正在存钱 准备到时候在这个城市买房 给我一个属于我们的家 其实我对房子不是很在意 因为我家有几套房 我爸妈早就全款 给我买了一套一百八十平米的房子 价值四百万 准备给我当嫁妆 我在意的是他对我好不好 是不是真的爱我 我爸妈知道我和他恋爱后 其实是反对的 因为他们觉得 两家的条件相差太大 到时会有很多问题 可我那时鬼迷心强 坚持要和他在一起 还说他买不起房 那就先不买 先住我自己的房子里 我问他 介不介意住我的房子里 他说他不介意 他感激我还来不及呢 是我给了他一个家 这让我更坚定 和他在一起的决心 我爸妈见说不动我 只好同意我们的婚事 结婚后 老公带我向公主 结婚后 老公对我很好 我不会做家务 家里所有的活 全是他干的 有一次我半夜肚子饿了 老公那天刚好 从外地出差回来 我不忍心叫醒他 就想自己起来 煮个面条吃 我刚一起床 他就发现了 知道我想做什么后 我被他狠狠骂了一顿 他说你肚子饿了 可以叫我 为什么要自己去煮面条 万一烫着怎么办 老公不就是用来使唤的吗 我虽然被骂了一顿 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 幸福感爆棚 如果说我和老公之间 非要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就是他的工资了 他每个月的工资一万多 每次一发工资 总会偷偷背着我 拿出一半的钱 寄给他爸妈 他以为我不知道这事 其实我都知道 我虽然很不高兴 但一想到他平时对我很好 我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 人非圣仙 熟能无光 更何况 他那是孝顺他爸妈 我这样安慰自己 日子幸福而甜蜜 没多久我就怀孕了 生下一个儿子 怀孕期间 公公婆婆就空手来看了一眼 儿子生下来后 他们也没有给儿子 准备什么见面礼 更不用说 照顾我坐月子了 儿子出生后 家里的开支一下就大了 我俩的工资根本不够花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和老公提过一嘴 寄给他爸妈的钱 能不能少一点 毕竟 我们现在手头也很紧 我老公一脸为难地说道 可是那是我的父母呀 他们养我不容易 我都没有为他们做过什么 每次一想到 我在这里享福 他们在老家过得不如意 我的心里就很难受 我恨我自己没有能力 不能给你们过更好的生活 看着老公痛苦的表情 我只好作罢 再也不敢跟他提钱的事情 只好开圆节流 勒紧皮带过日子 婆婆得了尿毒症 去年 婆婆身体不舒服 她打电话给老公 让她带她去医院检查 去了医院后才知道 是得了尿毒症 而且还挺严重的 老公当场就给她办了住院 把公公婆婆 在医院安顿好以后 老公失魂落魄地回了家 一回来 她就抱着我失声痛哭 老婆 我妈生病了 她得了尿毒症 我还没来得及孝顺她 她怎么就生病了呢 都是我不好 是我没能力 没事的 妈会没事的 我轻拍着她的背 轻声安慰她 老婆 我想救我妈 能不能把她二十万取出来 先给我妈用着 老公红着眼睛轻声问道 我的心一颤 那是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爸妈给我的压箱底签 准备给儿子读书再用 因为当时两人感情好 我从来没有瞒过她这笔钱 也就是在这时 我才赫然发现 结婚这么多年 她的工资有一半以上 寄给她爸妈了 剩下的钱 都被她自己花光了 她没有拿过一分钱回来 家里所有的开支 都是用我一个人的工资支撑着 就算儿子出生后 她也没有给儿子花过一分钱 我艰难地张了张嘴 可是这笔钱 是我准备给儿子读书用的 我们再经济紧张 我也没动过这笔钱 老公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可那是我妈呀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妈不管呀 儿子还小 读书的钱 我们可以再想办法 想到老公说的话也有道理 我把存折拿给了他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这二十万去了医院 就跟打了水漂一样 一下就花完了 还不再想一下 医生说 婆婆最好的治疗方法 就是做手术 给她换肾 那又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而且还需要配型 等待合适的器官 老公让我卖房 给婆婆治病 老公每天急得 吃不下睡不着 有一天 她红着眼睛跟我说 老婆 我们把房子卖了吧 这样我妈就有救了 卖房 卖的房子我们住哪里 我一脸震惊地看着她 我们可以暂时去租房住啊 这套房子可以卖四百万 扣掉我妈治病的钱 剩下的钱 我们可以买套小点的房子 老公一脸热切地说道 这房是我爸妈给我买的 你让我好好想想 我犹豫地说道 我把老公要卖房 就她妈妈的事情 告诉我爸妈 爸妈听到后 第一时间来了我家 他们坚决反对卖房 还告诉我一件 让我惊讶的事情 原来 为了给婆婆治病 老公早在一个月前 就背着我跟我爸妈 借了十五万块钱 她本来想着借二十万的 因为我爸妈说 要留点钱养老 所以直接给她十五万块钱 这件事情 我完全不知情 老公甚至连提都没有提过 我的心沉了又沉 心里涌起一阵不安 因为我要照顾儿子 自从婆婆生病后 所有的事情 都是老公在处理 我把钱交给她后 就再也没有过问过 晚上 老公又一脸疲惫地回来了 她刚一坐下 就问我卖房的事 考虑怎么样了 还说 再不做手术的话 她妈妈就撑不了多久了 老公 老公 你是不是问我爸妈 借了十五万了 这么多钱还不够吗 我迟疑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这事 老公惊讶地问道 妈今天过来的时候 不小心说到嘴了 前前后后也花三十五万了 怎么还不够啊 我好奇地问道 对不起老婆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我是怕你担心 现在还差十几万 只要把房卖了就够了 老公疲惫地说道 你看你能不能叫你弟弟妹妹也凑一点 不可能光我们出钱吧 我向老公提议道 老公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我 我弟我妹他们都是种地的 哪里有钱 你怎么能说这种话 真相 现在只有我们条件最好 肯定是我们来承担我妈的费用 现在只要把房子卖了 所有问题就解决了 老公理所当然地说道 我不可能把房子卖了的 把房卖了的话 我们住哪儿 儿子读书怎么办 我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没想到你会是这样的人 我对你这么好 你却这么对我 你就是个白眼狼 你爸你妈也一样 明明有钱却不肯借给我 你们都见死不救 那是我的妈妈呀 你们怎么这么狠心 老公激动地大喊 说完就甩门出去了 无论我怎么打电话给她 她都不肯接 直到半夜 她家喝得醉醺醺地回来了 我把她扶到床上 帮她收拾好一切 正准备上床睡觉时 突然她的手机亮了 那是一条短信 我鬼使神差地点开那个对话框 看到让我震惊的一幕 我气得浑身发抖 手机都抓不完 那是她和弟弟妹妹的微信群 群里讨论的 是如何让她骗我把房子卖了 然后再重新买套房子 这样 我的婚前财产 就变成婚内财产 到时候再和我离婚 就可以分到一半财产了 而且 她妈妈得的根本不是尿毒症 而是普通的肾炎 虽然一开始就是误诊 但医院很快就发现了 她将错就错 把我的二十万嫁妆 和从我爸那儿借的十五万 全都转到她弟弟那里 为了拿到更多的钱 她骗我她妈妈得的尿毒症 让我去把房子卖掉 看到这一切 我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我的脑袋嗡嗡直响 我颤抖的手 把所有的聊天记录都截了图 发到自己手机里 然后再删除了所有记录 做完这一切 我全身像被抽光了力气一样 跌坐在地上 就那样做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 我就去找了律师朋友 请她帮我收集证据 准备离婚 在她的帮助下 我顺利和老公离婚了 她近身出户 并要回了我的三十五万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真心爱着的那个男人 为了钱可以昧着良心 做出这种事情 连底线和良心都不要了 我很庆幸 自己发现的及时 能够逃过一劫 也很后悔 当时没有听父母的话 婚姻还是需要 讲究门当户对的 从今往后 我会带着儿子好好生活 把儿子培养成 一个有责任心 有担当的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 已经正式开通了 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